我們看一下第六題 這題目的觀察可以有條件 他說 3 倍的 A 加 B 減 C 等於 4 倍的 Sine A 加 Sine B 減 C 求外界源面積 我先講一下 前面先不管他什麼東西 先管後面這個 我既然求外界源面積一定跟誰有關 半徑有關吧 你沒半徑哪個面積 所以這個題目的觀念在求半徑 其實題目就變簡單 我題目給我條件 前面條件有沒有開始觀察 前面給我條件是告訴我 塞 A 塞 B 塞 C 又要求外界源 那當然又有什麼公式 正選定名公式 現在對你而言覺得簡單的原因 是因為你剛剛只看到正選而已 你後面還只要學到宇選 還有很多其他公式 你當你這次段考的時候 我跟你講 困擾你的題目不是在公式是哪一個 困擾你應該是說公式你不會用 會不會用 但你不曉得要用哪一個公式 對嗎 因為有些題目我很討厭 我給你sin A 可是缺要用 cos 去算它 那個題目是給你 cos 你缺要用那個三角 那你之前講還好 我先用公式行一下 sin A 分 A 當然等於 sin B 分 B 當然等於 sin C 分 C 對 2 對 2 這是正選公式 對不對 沒錯 正選定名公式來 我們把它做轉換一下 請問你 如果我至少這個跟這個做比較的話 請問你 A 有點什麼東西 中間的點比較大 很明顯 sin A 分 C 不等 2 所以 A 可以把這個 sin 移過去就可以了 所以我的 A 等於 2 R 乘上 sin A 對不對 所以以此這一堆 B 就等於多少 B 就等於 2R 乘以 sin B C 就等於 2R 乘以 sin C 回來齁 好 那我幹嘛用 當然是為了這個地方 你看這裡 題目給我這個條件裡面 不是三倍的 A 加 B 減 C 其中的 A B C 都換成這個就好 換成 2R sin A 2R sin B 2R sin C 帶進去 隨便成的 3倍的把 A 換成它 2R sin A 好 加上 B B 換成它 2R sin B 減掉對不對 減 C 加它 2R sin C 對不對 好 每個都誰 每個都有 2R 把 2R 停出去 隨便都要變成了 6R的 sin A 加 sin B 減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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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不對 然後呢 你看這邊 它不是說這個等於四倍這個嗎 sin A 加 B 減 C 減 C 所以這個詞詞可以得到 可以等於四倍的 sin A 加 B 減 C 我先換成它 那 現在它等於它 你看這邊 sin A 加 sin B 減 C 下面這個也是 sin A 加 sin B 減 C 不是剛好可以約分嗎 所以我怎麼知道 結果就變成了 6R 等於四 所以 R 等於三分之二 會啦 那既然半天知道了 面積就不難了 對不對 拍 R 平方 拍成三分之二的平方 所以答案就 九分之四拍 會啦 OK